久马在广东上大学的时候,经常会被一些同学问, 你们藏族人,一生真的只洗三次澡吗? 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肯定是不可能的。 一个人,如果一生只洗三次澡,那话也能想象吗? 很多汉人之所以有这种印象,主要跟以前藏族人的生活习惯有关系。 比如曾在拉萨、圣拉寺、习经十年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贯这样描写僧人洗脸, 先在嘴里含一口水,然后用嘴里吐出的水洗手,再抓一把石灰当肥皂, 第二口水要吐在手心里,往脸上一抹,这样洗上两三次就算洗完了脸。 还有藏区的牧眠,因为一直过着放牧的生活,居住条件都十分简陋, 再加上藏区的气候,常年都很冷,七八月有的地方还要烤火取暖, 所以藏族人一般都很少洗藏,但绝不是大家所说的,一生只洗三次澡。 而大部分以前藏族人很少洗澡,其实是生存经验在里面的。 第一,洗澡容易高反,在高原,洗热水澡后全身血液循环加速, 对耗氧的藏气来说是很大的风险,因为高原没有那么多的氧气, 可以供你的红细胞负载。 所以游客进藏的时候,前几天都是不建议洗澡的, 一方面怕感冒引起肺水肿,另一方面就是怕你缺氧。 第二,藏区有固定的洗澡节日,每年藏力七月上旬, 在西藏很多地方都有一个群众性的洗澡活动, 这种一年一度的洗澡活动要集中进行一个星期。 单从藏区一年一度的洗澡节来说, 藏族人一年至少是要洗一次澡的, 所以大规模流传的一辈子洗三次澡的谣言纯属污蔑。 第三,藏区温泉资源丰富, 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洗澡就是每天在家冲凉, 但在藏区大家是没有这个概念的, 而他们一般都会找个天然温泉来泡, 其实这个跟我们平常的洗澡也差不多。 西藏自治区共有677处温泉点, 仅次于云南省, 所以泡温泉也是西藏人民喜爱的日常活动, 甚至有民宿将温泉建在屋中央, 泡起温泉来更是得点。 扎西德勒,我是卓马, 我们是专业做香港、澳门及海外华侨人士 到西藏旅游的旅行社。 如果你想去西藏旅游的话, 欢迎连续卓马, 卓马的微信号是T-Bite2030。